第一盤斯維亞蒂搶先破發 雙方打到6比6平手搶7 不過斯維亞蒂還是驚險拿下首盤 到了第二盤換大阪直美發威 6比1拿下第二盤 到了第三盤 大阪直美持續強勢 原本5比2領先斯維亞蒂 沒想到斯維亞蒂發揮超強抗壓性 神奇連追5局 最終以7比5拿下第三盤 非常驚險的打贏大阪直美 事實上布蘭球星斯維亞蒂是現任WTA球後 對上前任球後大阪直美兩人頂尖對決 真的打得不輕鬆 斯維亞蒂最終還是神力轉闖進第三輪 所以雅蒂創下在法網第16場連勝記錄 成功保住三連吧希望 大阪直美與斯維亞蒂已經不是第一次對上 過去曾經交手過兩次 一次是2019年 一次是2022年 兩人分別各勝一場 而大阪直美懷孕復出後 這場最重要的賽事 儘管輸掉了比賽 不過卻和斯維亞蒂上演精彩比賽 真的是大寶球迷眼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在一陣子裡的新聞內容 一陣子區內容是在免子區內容 公司內容,正在免子區內容